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尚无好 很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发言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余赛亚 来自非洲东南部美丽的岛国 我记得三年前 十七岁的我 站在第十一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决赛的舞台上 紧张的手指叮咬 那一刻我用光了十七年积攒的勇气 只为了追寻那个 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中国梦 当主持人公布比赛结果的那一刻 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但是更让我欣喜的是 国家汉办给了我一个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那就是三年的孔子学院 全额奖学金 我终于可以来到中国学习了 在众多学校当中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语言大学 因为我知道这里是中国唯一所谓的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设立的大学 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教师 这里像一个小联合国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商 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事实证明 我的选择没错 两年的时光 就像一段难忘的旅程 一论是老师们的尊尊教诲 还是同学们和朋友们的关心和问候 都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这旅程中 我学会了用双手来拥抱美丽的中华大地 用双眼来观赏这动人的沿途美景 还有用汉语来表达这美妙的人生体验 是的 我爱中国 我爱这绚烂多彩的中华大地 江南的朦朦细雨 西域的大漠风沙 塞北的风飞白雪 我爱曲曲折折的中国字 爱朗诵中国诗词 最爱美妙动人的中国歌曲 我爱真诚热情的中国人 因为他们会在我紧张的时候 紧握我冰凉的手指 温暖我的心 教委安理大老师曾经告诉我 为了修建谈赞铁路 有历史作名 中国人不幸牺牲 我的中国朋友时常对我说 非洲和中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中国能加入联合国 也要感谢非洲国家的支持 我想 中非之间的友谊 也许就像我感受到的帮助和关怀一样 绵延不绝 温暖而美好 有人说 比赛亚 你的中国梦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呢 我说 是为了实现自己三年前参加汉影桥的时候的承诺 和在场所有的非洲选手一样 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非洲 让非洲的朋友们也喜欢上中国 要做中非文化交流的使者 将我们的梦想和爱 传递给更多的人 所以今天 我再次鼓起勇气 站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